程總 怎麼了 你必須在我的時間範圍之內 你就向他肚點亮一把火 你這說十二點回家 一分鐘都不太少的呀 程總晚 你們這個年紀的人談戀愛 是不是像老房子著火一樣 一發不可收拾啊 八七年春晚 果然不是一個年代的人 你下班了嗎 幹嗎呀 借我下班啊 對呀 不然借誰下班啊 你去送玄瑄回家了嗎 送我去了 你交代的任務完成了 只是他剛進公司就給他鬧緋聞 這樣好嗎 他出了職場這是他的人設 我得讓他顯得厲害一點 有後台 這樣沒有人敢欺負他嗎 其他的先不管了吧 真羨慕你們姐妹的感情啊 你是羨慕他還是羨慕我呀 你這表情 你是不是喜歡上我們家巡巡了 李巡巡 你出來 好好好 馬上 程總 怎麼了 你必須在我的時間範圍之內 程總 你不會是怕鬼吧 怎麼可能 你今晚不許回房間 你必須在這兒陪著我 站著 你不要 你看啊 我要是把我最好的姐妹 安排给我最好的兄弟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吗 你要是真心喜欢的话 你就放心去追 我肯定支持你真的 好啊 那你呢 我 我周全又不缺男人嘛 你 这样鬼了吗 做生意的格局要大 你以后接手的是美城集团 在一个小化妆品公司 浪费太多的心力有必要吗 所以 你收拾好心情 赶紧来总公司上班吧 或许一个小公司的价值 确实不值一提 比不上你地皮转手一脉 但是 开公司的价值啊 不仅仅是在于赚多少钱吧 这么些年 你把我和我的生活 就用金钱和数字来洪流 你问过我的理想吗 你问过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你是我儿子 你是我们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你要承担的 不光是你个人的命运 还有集团几万人的责任 我跟你温情默默 母子子孝 那商场上的尔虞我诈 分分钟教你做人 程丽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工厂的地皮 我会做一个科技援曲 我为我想保护的人何事 而你就只知道钱 等你强大了 才有更多话语权 才有能力谈保护别人 程总还是打算把工厂卖掉吗 是啊 让我回总公司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实在人为吧 实在人为吧 当时我们也没想着这事真能成啊 不过这程总知道的也太多了 选的这个时间也很蹊跷啊 对 画家全都要 你们帮忙设计摆放一下吧 你在装修吗 快下班 李徐徐 客车送我回家 程总 你看到我画具了吗 这是你画的吗 你干嘛借我房间 你给我 你给我 绣不给 这房子是我的 你也是我雇佣的 我有权利进入任何空间 虽然说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对我的任何要求都是合理的 但是我也是个人 我是个女人 我有我自己的隐私 你就这么跑进我房间 你太不尊重我了 好啊 我就是不尊重你了 你可以随时辞职 我绝对不会留你 把坏剧还给我 把坏剧还给我 扔了 扔 扔哪儿了 阁楼 我都ANK你 你 还没有 还辞职吗 我睡之前都有效 对不起啊 刚刚 什么 听不见 我说 对不起 我为刚刚向你的态度道歉 不过你随便进我的房间 也是不对的 所以我生气也是应该的吧 你快递 居然是只活物 这是给嘟嘟的 嘟嘟 嘟嘟是谁啊